魏无羡等人回到归真宗没几天 东海灵气漩涡是秘境入口的消息就传遍了修真界 随之传出的就是有些人拥有入秘境的钥匙 一时间修真界哗然 许多人开始私下观察周围的人 拥有钥匙的人把消息藏得死死的 没有钥匙的人希望能够找出有钥匙的人 或抢或利诱 总之因为秘境的出现 每个人的心思都开始活络起来 不是没有人把主意打到归真宗 毕竟自从爆出秘境之事后 归真宗宗门在外的人员都回去了 也不再有人外出 这样的状况自然逃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他们断定归真宗弟子不出 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钥匙 不过面对归真宗山下的结界阵法 大部分人杀鱼而归 大家族和归真宗既然没办法 一些散修和小家族就开始遭殃 陆陆续续有许多人开始追杀 和逼迫那些拥有钥匙的人交出钥匙 无法抗争的他们 有些人为了保命只能交出 有些人开始过起了躲躲藏藏的日子 至于有家族的人不得不寻求大家族的庇护 主动交出手中的钥匙 山下的事情并没有惊扰到归真宗的人 蓝锡尘是明知这些事情 但是只要不犯在他眼前 他也不会主动去烫这趟浑水 魏无羡则是因为对秘境内的情况不得而知 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活着出来 他开始闭关研究一些防护性和杀伤力强的法器 至于蓝忘机在自家兄长的提醒下 除了每日给魏英做吃食外 就是训练他们这些即将进入秘境的人员 很快 秘境开启的时间就到了 拥有钥匙的人带着同他们一同进入秘境的人员 开始陆陆续续朝着东海的那座小镇而去 因为秘境的原因 那座小镇的凡人早早地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原本凡人居多的东海小镇 随处可见修仙之人 凡人倒少了许多 魏无羡等人是在秘境开启的最后一天来到东海 那时候 秘境入口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修者 他们一个个脸上都是欣喜和向往 在这群人中 魏无羡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甚至于他看到了江城和金子轩组成了一对 这样的情况魏无羡能够想得到 毕竟他知道江城也有一把钥匙 近年来云梦江市颇有些不顺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江婉淫脾气暴躁 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加入江市 小部分原因当然就是蓝锡城和聂怀桑 给他制造的麻烦了 远远地看着魏无羡身边人群簇拥 江婉淫的心中极其不适滋味 在得知他也有钥匙的时候 他确实十分激动 将这个消息瞒得死死的 也悄悄地派人关注过魏无羡的消息 毕竟这把钥匙算得上是魏无羡发现的 云立金是没有得到钥匙 而江宗主有钥匙的消息被其解得知 最终两家合作了 蓝锡城看出魏无羡的疑惑 贴心地为他解惑 云梦江市江宗主有钥匙他早就 从无羡口中得知 而钥匙从何而来 他们也知道了 为此忘记还吃了好几天的醋 好在无羡早就把那不知名的牌子忘在了脑后 还是水泉到来后 无意中在魏无羡房屋的角落里 扒拉出此物 觉得似曾相识 直到东海灵气漩涡的出现 水泉才猛然想起 木牌上的一些图案 在他接收到的传承中有出现过 此次四人去东海 一半是为了突然出现的灵气漩涡 一半就是为了这块牌子 没想到 他们还未与水泉去印证什么 秘境就自动将此物的作用 告知于魏无羡这个拥有者 秘境开启是如今修真界的大事 拥有要事的修者将要是利益最大化 故此能够进入秘境的人都是家族最具潜力和小一辈中的嫡系子弟 总之这一次的秘境之行 所有家族都怀着浓厚的野心和希望 蓝西辰 蓝忘机没有用蓝启人钥匙的名额 而是同位无限 水泉还有一个聂怀桑 没错 聂怀桑把他的钥匙交给自家大哥之后 就屁颠屁颠地来抱他胃胸的大腿了 期间就算是蓝忘机不时散发的冷气 都没有让他生出退意 而正因为蓝氏双臂此次的战队 修真界的众人才知道 姑苏蓝氏早已同归真宗搅和到一起 这让一些家族的人开始重重欲动 秘境开启时间到了 随着所有要事从拥有者手中飞出 汇聚成一道十分复杂的阵纹 要进入秘境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一股陌生的气息 裹挟着他们一瞬间消失在入口处 大哥 我们这就进来了 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一闭眼一睁眼的功夫 五人就出现在了一片湖泊旁 魏无羡仔细观察了一番周围 并没有什么威胁 开口问向他认为最睿智的蓝溪尘 应是 虽然现在没有危险 但是大家还是谨慎一些 蓝溪尘自然也第一时间观察了周围的情况 虽然也没有发现危险 但是这里毕竟是秘境 归真宗藏书中关于秘境的描述虽少 但也从中得知秘境是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地方 当然危险居多 交汇之地不愧是与仙界相连 这里灵气的浓度是他们修真界的百倍不止 遍地都是修真界难得一见的灵草 差不多一个月 五人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周围的环境也从湖泊变成了茂密的丛林 一路上他们收获不少 自然也经历了不少恶斗 为期三年的秘境之旅 在前两年如果说是小打小闹 那么到了第三年 就是一场场生死考验了 秘境内第三年 所有进入秘境的修者得到了秘境的提示 秘境内围即将开启 真正的危险也即将来临 所有收到消息的修者 都陆续向着秘境提示的方向而来 等到望线二人来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大部分的人 有些人在看到魏无线出现的一瞬间 手不自觉地握住了仙剑的手柄 蓝战 你看他们 把我们当成了洪水猛兽了吗 魏无线好笑地看着那些与他争斗过的修者 那些修者大概以为 大家都是金单七了 所有可以同魏无线一争 结果事实狠狠地打了他们一巴掌 魏宗主 韩光君 此次内围的危险程度 想必二位已经有所了解 不如我们合作 金光瑶自知 自己这方的能力 不足以应付内围的情况 秘境虽然提示不多 但是金光瑶总感觉 内围并不只是危险那么简单 而他们这些进来的修者 一路上都有人缘损失 只有魏无线他们一方 不但没有伤亡 甚至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金宗主抬聚了 这里就我和蓝战两个人 而你们今世算起来都有几十人了 我和蓝战就不和你们凑热闹了 魏宗主 不要小看自己 我可十分看好魏宗主 金光瑶并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这几年来 魏真宗虽然低调处事 但是他却没有松懈 他敢说魏无线如今的修为 恐怕比他们所有人都强 他自然希望能跟强者合作 毕竟总有一股声音告诉他 千万不要同魏无线作对 否则 金宗主 你还敢同魏 合作 你就不怕到时候 他把宝贝都占为己有 就是 金宗主 我们可都是在他手上吃过亏的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金光摇篮的里这些凑上来的修者 一直看着魏无线 希望他能够同意自己的提议 金宗主 无线有我蓝氏 就不劳金氏了 蓝溪尘的声音有远极近 画壁 人也出现在了望线二人面前 经过这两年的搏杀 他整个人不再是往常那种温雅的模样 身上的灵力之气 比知蓝忘机 都有过知而无不及 大哥 你来了 兄长 蓝溪尘在进入秘境半年后 途中遇到了蓝氏之人 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差点被一棵诡异的大树拖走 好在蓝溪尘几人及时出现 面对狼狈的蓝氏众人 蓝溪尘的脸色并不是那么好看 叔父把他的钥匙交给了蓝氏族人 自己并没有占用名额 蓝氏还有几把钥匙 最终如何决定名额 蓝溪尘不得而知 只是在进入秘境之时 收到叔父传音 让他照顾好蓝氏之人 忘机 无限 接下来我们分开吧 你们俩单独行动 我带着蓝氏之人 大哥 兄长 我 不必 由我一人足矣 蓝溪尘打断望线二人的话 如今的蓝氏不能够成为两人的负累 他们的使命兼具 不能被这些琐事拖住 溪尘哥 我和你一起 那 那我也和泽乌军一起吧 听说我大哥就在前面的一处山谷 溪尘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水泉是一定要跟着蓝溪尘的 而聂怀桑则是觉得他不应该打扰卫兄二人 他可不想被两人称死 则无君 金光瑶看着眼前好久不见的人 一时间有些恍惚 眼前人脸上仿若陌生人般的表情 让他接下来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纵使他如今已是蓝陵金氏的宗主 得到了他一直以来想要的 可他却没有想象当中的开心 大哥 我们都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 我可想你了 是吗 大哥也想无限 当然还有忘记 嘿嘿 我就知道 大哥一定想我了 对了 怎么没看到小泉水呢 小仙仙 想我了 我就知道 小仙仙一定想我了 水泉落后蓝溪尘一步 刚一到来 就听到魏无限的话 他可高兴死了 对啊 我可想小泉水了 嘿嘿 我也想你 两个人一见面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被两人吸引 这个圣面孔好像是归真宗新加入的弟子 没想到既然同位宗主关系那么好 之后 所有人陆陆续续都到齐了 蓝溪尘观望了一番 少了不少人 而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团体 变成了好几个家族聚拢在一起的大团体 旺姬 无限 进入内围一定要以安全为主 秘境内围开启 蓝氏同蔑氏 早已达成同盟 蓝溪尘要照看蓝氏族人 只能对两个弟弟悉心嘱咐一番 至于水泉 蓝溪尘让他跟着旺姓二人 毕竟他的顾虑太多 跟在旺姬他们身边 反而更加安全 水泉虽然不舍 但是他也明白 跟着小线线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 在内围开启之时 他就有一种感觉 必须跟着魏无限二人 这样的直觉水泉太熟悉了 而他也是 靠着这样的直觉 以焦人的身份 安全地活到了现在